玉里镇公所17号在客家生活馆展出了 《烈烈花冬天使之意》油画连展 这是由53幅的油画作品 由陈秀珠策展天使之意油画连展 连展人是由5位画家 包括了周福凤、张慧宜、简谭玉珠、张家婉、谭玉芬所组成的 展出期间呢 其实起到11月2号 玉里镇公所也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橡皮上颜色鲜艳的油彩画 让来参观的民众看了心旷神仪 就跟现实当中的景色一模一样非常漂亮 这是玉里镇公所办理的《烈烈花冬天使之意》油画连展 那这叫呢 他们是一群医疗院所的一些医疗人员 那他们呢 为了平常要想要抒压呢 所以又对营业有兴趣 所以他们就在我们玉里镇这边 找了陈仲仁、陈老师来教导他们的画画 那所以最主要呢 一方面他们除了抒压他们的心情以外呢 而且特别感谢他们能够分享他们的作品 来补卫我们证明的一些心理 演展人由五位画家周福凤、张慧怡、简谭玉珠、张嘉婉、谭玉芬所组成 其中一位护理人员张嘉婉说 他是先被医院著名的画作所感动 才开启他的画作之路 我是受病人吸发麻 然后因为画画好处很多 所以我从原来的欣赏别人的画作到自己的画画 这次展览是一群来自医疗体系的天使 在忙碌的工作之余 他们找到画画以及音乐的共同兴趣 藉由这次的画展让民众有提笔的能量 用画画贴近内心的自己 让色彩以及线条跟随心灵 探讨内心的美好 留下属于自己精彩的人生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导